各位網友大家好 本片跟這個網站無關 最後日子會有難以應付非常之忌 今天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 就研究 一位不正常的教師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一位教師 玩第五人格 有一位女童 裸照 上網搜尋到 那位教師稱為優志豪 另外 他亦都在 深水埗的小博任教 如果大家搜尋 優志豪老師 就見到 這個家 樂殺培德學校 但是 家樂殺培德學校 並不是在深水埗的 好 不過首先 看看第五人格 這個遊戲是什麼 原來 就是 一個 求生遊戲 就是一個 監管者 要看著 五個人 逃生的 即是 類似金室培育 那些遊戲 但是 就說是一個 偵探的形式 好了 大家 對於這個遊戲 可能 不是想知道 那麼多 反而想知道那位老師 那 我 就發覺 加樂殺培德學校 曾經有一位優志豪老師 但是已經是二零 一九年的事了 那 他之前也都教過其他小學 包括是聖安德勒小學的 但是 找一找一下 就發覺 灣區 教育 教育 家長聯會 Facebook 的資料 就說 這位優志豪教師 曾經 是教過這個 加樂殺培德學校的 之後 就轉去 深水埗 學會 加齡學校的 那到底是不是呢 那 當 我 搜尋到 補血會 加齡學校 看一下 教育 職員的資料 他就已經 清了個版 所以 就 不知道的 那 你猜是不是呢 那另外 上網搜尋到 原來是 補血 會 加齡學校 鳳瑩 曾經 也曾經 就讀過的 幸好他 畢業得快 好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 資料 我們上去 灣區 教育 家長聯會的 Facebook 看一下 在這裏報到 這裏 希望 大家 小心 小心 都知道 這個世界 和世界欲望正常消逝 只有遵從上帝 旨意的人 才能夠永遠長存 希望大家多看 聖經 天國近了 我們都要悔悔 再見 再見 再見